Hello,我是博罗斯帐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期 中国2020年的那个新品牌 在天猫双十一夜这一天销量过亿的那些新品牌 第一家是BOSS 这家主要是主打同性服装 就是男的也可以穿,女的也可以穿 就是中性服装 然后以这个为缺语点 然后就做了这个细分领域 然后买这个产品 买这些衣服的大多是995后00后 然后客单价还可以 然后他目前的话在实体店也开了十几家 钱库也开了十几家 然后现在年销售额都是接近两三个亿吧 他是一个新的品牌 完全完全是新的品牌 而且这个老板的话是一个北大的本科 硕士是清华的 学的是金融管理 然后他是创业 然后就做了这么一个服装的类目 然后他的主要销售处道是天猫 在双十一这一天 他的那个产品就销量就是过亿 过亿就是一天的销量就过亿 大家可以看一下 随便打开一个款可以看一下 他是都是销量几千的几千的 然后他出新品也快 然后他的这个产品的话 所有的都是自己软创设计的 然后他起初本来一年 如果是说他供应链处理的好 他一年可能是说能达到十个亿的目标 这一家就是爆发力是比较比较大的 这一家 然后他现在的话 我们来下面来介绍第二家 U-Bros就是做那个内衣的 这一家主打的切入点是以舒适为止 就是凸显无缸穿之类的 这个是这个创始人就是去买这个衣服 买这个内衣的时候 发现市场上很少能找到 就是说比较能贴身 然后比较舒服的这种 然后就从这个出发点 然后就自己做了一个品牌 然后下面就是奶糖派 也是做内衣的 然后他主要是做大马 大马的内衣 就是主要是C照杯 到K照杯 到I照杯 不等 然后他的这个 主要是大胸的女孩子为主 这是他主要目标客户 他也是从这个为切入点 2020年双十一天猫 也是销量也是过亿 就是营业额销量也是过亿 他也是一个前新的品牌 前新的品牌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几个品牌 都是最近才出来 下面这一家 是做那个叫十三鱼 大家可以在淘宝上给查了到 这个叫做两金罐 两金罐店 他主要是做的是古装 古装 然后他的客单价也还行 然后这个新品牌 也是一个崭新的品牌 叫十三鱼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新品推出也是非常丰富的 他的新品推出非常丰富 大家可以看一下 而且这个唇子的话 古典美还是做得很好 然后这一款产品的话 这个店的话 他目前好像主要销售主要是淘宝 然后京东还没有开店 然后他的年销售额 年销售额的话也接近十来个亿了 现在 也就是说他天猫双十一这一天 他也过亿了 让我们今天讲的几款产品 都是天猫双十一一天的销售 都是过亿 下面就是皮蛋 皮蛋 这个他就是主要是宠物的一些 用住 他主打的产品就是第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第二款产品 就是下面的第二款产品 然后后面的就是有的这一款产品 带起来的这个销量是非常可宽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这个叫积极啊 这个就是古良积极啊 这个品牌叫古良积极 他主要是做包包的 然后他的这个包包和市面上 这些包包有很大的不同啊 他的这个包包就是你说到软润 他有方方吧 他也带软润 软润里面带方 就是这种啊 然后这种包包的话 他的销售也是非常非常可观 他也是一个全新的新品牌啊 然后客单价的话是相当可以的 七八百四五百一个包包 然后这个包包的话 实际力比较高 然后下面这个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这个给大家介绍的用途的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